老爷啊 现在江川市局就数你的资格最老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 你的党龄应该有三十年了 快三十一年了吧 老爷 我们在同一面党纪下宣国士 为了崇高的理想奋斗终生 对党的事业要无比忠诚 我现在以江川市局党委书记的身份跟你谈话 想问你个问题 希望你能如实回答 什么问题啊 几个月以前的十五号 李访镇派出所龚小阳 拦截了一辆装有麻黄素的卡车 你打电话让他放行 遭到拒绝以后 你亲自找人开出了有关的证明 并亲自去李访镇接走了那车祸和压车的女人 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 那个女人就是宋青 我想问你 你跟宋青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你是想说我们两个是男女关系是吧 李训栋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你是要把人往死里整 你是局长 你有权利 可是你这样做太卑鄙了 你想排解一级 想把公安局变成你一个人的天下 可是你别忘了 这片天还是共产党寡 反贪局在调查你 你反过来揪我 你要转移注意力是吧 是你优柔寡断坐实良机 才让杀人案陷入僵局的 你以整顿为名 把和公平有牵连的那些人都给弄回来了 你什么意思 我不愿揭穿你 那我是给你留面子 你是在为公平翻案 还有 你利用女儿 搞专场文艺演出 变相的所惠 你纵容侯众红花 横行相礼 唯所欲为 你孤名调狱 一意孤行 你要把公安局 还有一件事情 在安排排除所所长的问题上 你有没有出现过接受钱财的现象 什么意思 我跟你说 那全是造谣 你不愿意谈 我们就在党委会上见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你们那都是无中生有 我是清白的 这义局怎么能这样的 一点批评都听不进去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不是倒打一耙吗 倒成了我们捏造事实了 我们怎么没有调查 我们完全可以把所有的证据都摆到桌面上 他既然不怕南为情 我们何必给他留面子 面对这个犯了错误 或是说犯了罪的警察 李其东不由感到心痛 为什么这些共和国的执法者 连个公民都做不好呢 公平 义幻章 还有其他人 除了外界的声色全马的诱惑 以及东西啊 我们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自己会不会出问题 谁来监督我 你李其东 果然有过人之处 古人讲 知己者才能累计 我们有些时候 常常不知道自己是谁 常常忘记了自己的位置 所以才犯错误 小平同志讲的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建立一个民主的监督制度 对防腐防便 会是件好事 看来 我真成了你的法语教材了 当然 如果管用的话 我愿意 功而忘死地成全 人活于世 都在寻找自己的家具 我要是能使你 引以为继 成为你的前车之剑的话 这说明 我对这个 我曾经做出过贡献的社会 还没有完全废 缓张 你要冷静 不要人家刚触击你一点皮毛 你就一蹦三尺高 可这太过分了 那李希东 他这是诚心背后搞鬼啊 他让所有的党委成员都来围攻我 我怎么忍耐 我怎么就不能反击呢 你看你看 说着说着又来了 你怎么了 你老虎皮膚摸不得啊 你这样不冷静 是不能很好地思考问题的 我怎么冷静啊 我现在真的没法冷静 这不是一般的问题 你要不好好地压一压 那是要火山爆发的 你不要委员送听 这话说给谁听啊 说给我听啊 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要误会 我的意思是 这次李希东的目的 他就是要拿我开刀 我没误解 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是我们党的一贯工作作风吗 自己有问题 就应该主动地和组织上说清楚 那公安局党委 不可能无地放逝吧 既然党委成员对你都有看法 就证明你自己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那就应该主动地去检讨自己吗 为什么一味地去说人家整你呢 人家整你干什么 自己行的端做的正 就站得住脚吗 人正不怕影子歪 回去吧 别乱发牢骚 至少 你终于自己去圣地 τα 义居啊,怎么变成这样了,不死不吃威吗? 他们在围攻我呀,他们死揪着宋程的事不放,最近还抓着一个我任命干部的事。 冲天一怒为红颜,你就别在怨天尤人了。 这到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怎么了,停不住气了? 要想成大事,首先得忍。 我现在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那也不能拿鸡蛋碰石头,要举起铁锤砸石头。 铁锤? 我现在是菜板上的鱼,我认得你宰。 那你也只有破釜泉州背水一战,你放心吧。 那些用钱买官的人不会告你的。 他们傻呀,如果他们把你告了,官不就没了吗? 你还是有学问呀。 听这一句话,什么都十年说。 听愿不是来自书本。 这次三项教育还和以前一样。 不过是刮刮风,走走行事而言。 不管风吹雨打,你自闲庭信步,要有大家风换。 你让我闲听信步。 是怕我在公安局乱了阵脚,没人给你通通报信吗? 让你说对了。 我想知道昨天蓝星星的那个杀手。 你们现在是不是怀疑我的司机是什么? 搞刑针的人正在拍查。 目前还没有结果。 这事跟你有关系没有? 那倒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 沈隆干过特种兵,可能在你们的排查之内。 没关系就好。 现在还没有抓人,就证明还没有定论。 不过会很快的,老百姓在等着公安局对连锁偷渡案有个说法。 对了,你喝点什么。 嗯,来了来了。 别去。 没想到吧? 来。 咱们自己看看自己。 拿几个杯子过来。 这点呢,还关门了。 我这点了。 还在转了不少东西。 什么大排档呢? 这是麻婆婆。 鸡腿。 来,来,来,慢点,慢点。 鸡腿。 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大妈呢? 我们不是陪着老太太把老冯头的骨灰送回老家去了吗? 她想跟着多陪着几天。 哎,落叶归根的。 我知道你们来的目的。 上面有人在整我的材料。 反贪局在调查我。 要说委屈啊,也不能一点没有。 我这点委屈在你们这份情谊面前啊。 真算不了什么。 还是那两句话。 心底无私天地宽。 谁要能查出我李熙东干了贪赃忘法的事。 那算是他有本事。 再一句就是。 患难之中见真情。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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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